我們今次的學習與人溝通 無論我們與家人相處、基督徒相處 或是傳呼音、建立人的靈命、侍奉 侍奉時的合作是很重要的 其實在這麼多的工作 作為牧師的工作 或是組長等侍奉 同仁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學師很懂得聖經、教人 但同仁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都不能夠做了神給他的計劃 我們每一個人作為基督徒都知道 同仁關係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學習和人溝通 而同仁溝通最重要的是聆聽 未有溝通前要學習和聆聽 聆聽是不容易的 我們都會有些練習 如何去聆聽人 聆聽這件事是很難的 為甚麼難呢?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是有一個 自己想達到的目的 即是我們想怎樣改變這個人 於是你跟他傳呼音 他講甚麼都好呢? 我們只想著我們怎樣回答他 我們就不太留心聽他講甚麼 他有些細節我們都留心不到 我們覺得那些不重要 譬如說我家人很不開心 我們就會想你家人不開心不要緊 這些不用管 總之你聽我說耶穌救你 就可以了 就會解決這件事 即是在我們聽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直想著 我想說甚麼給他聽 他就講完他的家庭問題 接著我們講耶穌 我講耶穌 他又講他的家庭問題 他講家庭問題 然後我們又回答他 你不用擔心這些 神會幫到你 總之很多時候 他講一樣 我們講一樣 我不知道大家 在你的神生活 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因為我有太太提醒我 其實我本身 我學聆聽、學輔導 已經學了很多 但我發覺 是很容易甩漏 那麼多東西 最容易甩漏就是聆聽 太太有時候提醒我 他說那個人說一件事 好像我沒有聽到 沒有留意到 有時候我見到一些人 我都會帶他 如果他可以的時候 我會帶他一起去見 那我就會問他 你才聽到甚麼 我發覺 他聽到的 比我聽得多 他有很多 他的細節 和那個人的表情 動作 他都會留意到 這也是提醒我自己 因為有時候 我太想要怎樣去 達到一個目的 例如幫這個人 或者我想去告訴他 我有些甚麼想做 我就沒有甚麼聽到 他想說的 這個希望大家都留意 我想問問你 當你跟別人說 你有甚麼煩惱的時候 你發覺 多數人是聽到 你說甚麼 然後回應你 因為他自己 有一套東西 會回應你 你發覺 多數人是不是 留心聽你說話 聽到你說的內容 你有沒有印象 大家有沒有印象 大家有沒有印象 你覺得多數人 是聽到人說話 還是不是很聽到的 不是很聽到的 不是很聽到的 所以 只是說自己的內容 是的 是否需要我們 要多些聽 我們一起讀一讀聖經 雅國書一章十九節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就是我們聽就聽快些 說話說慢些 就是不要那麼快說著 然後慢慢地動怒 如果發怒 最好就不要發怒 慢慢地 如果發怒最好不要發怒 就算發怒 還是慢慢地發怒 其實這個意思 不是叫我們可以發怒 慢慢發 而是說 這又慢一點 最慢的 最好不要有 接著 神都是聆聽 神都是觀察和聆聽 彼得慈珠三十十二節一起讀 因為 主的眼看顧而人 主的耳聽他們的祈禱 就是神會看著人 神會聽他們的祈禱 神是一個關心我們的神 每一個人的困難 他的不開心 神都會聽 神都會回應 神也都說出 祂想做的事 就是跟別人有關係 跟別人溝通 跟別人有關係 跟別人有關係 他在二十三章三十七節 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 好象沒有雞把小雞 雞聚集在脂肪底下 這裏是講到溝通的 這次未必會講這件事 因為我們會講溝通的部分 但我們不會講完 下一部分就講到知覺論 講到有五樣東西在底下 那裏我們今天未必會講的 這裏就是神講出祂想做什麼 祂想招聚祂兒女 這個溝通這五樣東西都是非常重要 那時候我在讀神學院的時候 老師就說 你們誰想學 就要額外上課 就不是上課時間 另外一時間 一個周回去學的 還有要交費的 所以我以前學這個溝通的方式 就是要交學費 學到這個知覺論 將人要講的五樣東西說出來 那這裏就是講到神 將祂的心意說出來 我想聚集你們 好象沒有雞把小雞聚集一樣 那為何要講我們的意念 因為有時候 我用一個例子 有時候太太和丈夫說 你都不陪我的 那他可能 有很多種語氣 有些人很嗲 你都陪我的 有些人說 你經常都陪我的 你經常都陪我的 你經常都乖著別人 你做你的事都不理我的 那我丈夫就覺得很不開心 聽到她這樣的反應 但其實這個太太說的話 可以用另一個方式去說 她說我的願望 你跟我一起去街街 我很開心 那她的丈夫 聽到 就會知道她想什麼 就是她願望 說出來 是令她更加明白她的心意 那時候她就會 更加會有動力去做 而不是說 你都不理我的 她就覺得 你埋怨著我 那很多時候 原來這些 基本的溝通過人 下一次我們再講 這五樣我們知覺倫敦 第一樣 最重要就是 這個聆聽 是非常之重要的 神也講出她的感覺 這其中的溝通 就是講出感覺 西方的書 三章十七節 他在你中間 必因你 歡恩喜樂 勿然愛你 請因你喜樂而歡呼 就是神講出她的感覺 神就會因為我們開開心心 勿然地愛我們 請因你喜樂而歡呼 我想問你 有多少人跟你說話的時候 我看到你很開心 你試過多少次 記不記得 你不一定記得這個情況 但你會不會有一個深刻印象 有人跟你說 很開心見到你 很開心跟你聊天 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哪有經歷過這些人 有幾個試過 你的感覺是什麼 很開心 因為那個人說出他的感覺 我聽到你說話 我很開心 是你啊 譬如說 聽電話 咦 是你啊 他會覺得 這個人因為我很開心 原來人表達感覺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好的溝通 好 接著我們就講到 主動的聆聽和觀察 我們不只是聆聽 我們只是觀察 聆聽的時候 可以怎樣回應 聆聽很重要是觀察 譬如你見我講話 在台上講話 或者牧師另一個人講話 或者有人分享 我們都會看到他的表情 他的音調 他講話的方法 這個都是觀察到他當時的狀態 如果 譬如有個牧師 他剛剛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他都很難收買 當然他可以做得到 不過不容易 如果他心裡還是很掛念 又很擔心 他是很難收買 你觀察的時候 你會看到 看到牧師今天講話 好像有些不開心 有些重膽 你過後跟他說 牧師 好像有些東西影響你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不要用一個強硬的方式 牧師你快告訴我 有什麼事情發生 牧師可能不想說 但是你說 牧師我留意到 你可能有些事情在想 我留意到 你不像平時這麼自由 有些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那牧師聽到 你以為他有什麼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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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是會開心的 其實呢 我們不要想著 我說什麼 最重要的是聽 因為聽是代表什麼 他講的對我是重要的 我會回應他講的 他講的 我聽到 我會留意到他講什麼 又可以回應他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好了 那有什麼方法 我們一起讀 第一就是 重複他剛剛說過的話 我為什麼要重複呢 大家有沒有試過打電話去一些 那些什麼 那些叫做什麼 客戶熱線 客戶熱線 你就說 我又有什麼問題 然後那天 就重複你那個問題 你有沒有試過這個情況 他就問你 你是不是想說這件事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他要確定 沒有聽錯 因為可能你說一件事 有時候人說話未必說 真的他想說那件事 有時候會說錯了 有時候人會想錯了 他心裡掛掉 說錯了 都會的 所以他會確定 這是他們的工作指引 就是你講什麼 他講出來 知道了你想講什麼 你需要什麼 然後他回應你 我可能大家都會試過 好了 那普通人聊天 是不是我們重複呢 我不是說你每一次都重複 而是有時候這個方法之一 方法之一是重複 就是譬如說 啊 我好不開心 那我們 當然有些情況 我們就可以跳下去 跟著回應 但有時候都可以說 啊 你剛剛告訴我 你很不開心 那這句說話呢 好像重複好像沒什麼意思 但是呢 那個人聽到你說 啊 你好像說 你不開心 你說你不開心 他跟著呢 可能做了一件事 他就做什麼 他就說 是呀 我剛剛被人罵完 我不開心 原來這句說話 重複呢 是會令到他 繼續說下去 是不是 比如你說 啊 我剛剛被女兒罵完 比如說 你剛剛被女兒罵完 那你回答了他 然後呢 他就會再說 是呀 哎呀 這樣罵我 很不開心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令到他想繼續說下去 第二呢 就是令到我們更加肯定 尤其當那個人說的 又比較複雜 為什麼複雜呢 因為他有很多事情發生 他可能有不同的回應 和感覺的 譬如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沒有人的男朋友離開他 我們假設他是不開心 不過有些情況 未必是不開心 有些人會覺得脫爛 如果他的男朋友是很不好的 他就說 哎呀 我剛剛男朋友離開了我 那你當然說 哎呀 那當然是不開心 他就說不是呀 我很開心 因為他很麻煩 他現在離開我 真的很輕鬆 這個是真的要 當你譬如說 我男朋友離開我 那我們可以說 哎呀 你的朋友剛剛離開你 那他跟著他說 是的 我不知道他離開多久 離開我真的很輕鬆 那我們就知道 他是開心 他的男朋友離開他 第二 用自己的字眼 把他剛剛說過的說話 說出來 他剛剛說過的話 我們把他講出來 就用自己的字眼 譬如說 跟人相處真的覺得很困難 我們就不是重複他講的 而是意思差不多 我聽過你說話 你跟人相處真的覺得很困難 都是差不多意思 不過呢 就用自己的字眼說出來 有時候就這樣 譬如說 我真的脫爛了 那他重複的時候可以說 你真的脫離了很困難 本來不開心 你真的脫離了 這個是用自己的字眼 把他講的重複 但是其實 這些回應之前 一定有一件事要做 就是什麼 是聽到他講什麼 留意到他講什麼 知道發生什麼事 第三 用知覺論來問對方 這個知覺論 我們下面有講的 我們都可以簡單 因為我們講到操練 遲些才操練 我們試試讀一讀這個知覺論 好嗎 第一就是什麼 行動 第二 感覺器官的知覺 第三是思想 第四 意向或者意圖 第五 就是感覺 這種感覺 跟感官的感覺不同 那這五樣東西 為什麼有幫助呢 因為這些就是 人將它裡面表達出來 大家摸一摸 我用手代表一個人 這個人 這個第二個人 這兩個人 有什麼地方會認識對方的呢 是憑什麼呢 其實人某程度是好像 我用一個漫畫的圖畫 我們人就好像 裡面是遮住了 人看不到人的裡面 我們看到什麼呢 看到眼 看到表情 和聽到它的聲音 我用一個漫畫式 就好像有一個 你想像有一個山 山仔 山仔有個眼 有個口 那眼呢 你看到它的眼神 看到它的表情 跟著它的口說話 那你就由這些說話 知道它的裡面 那這個呢 就是基本上 人的溝通 就是說 我看到一個人 譬如 尤其有些人 看到男性 比較少的表達 你看到一個男人 這樣站著高高大大 這樣 硬硬正正的 你不知道它裡面是怎樣的 它可能很不開心 它可能很開心 它可能有些煩惱 可能有很多的計劃 我們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你聽它說話 它的口 和它的眼 它的表情 我們就開始知道它的世界 就是說 原來兩個人的溝通 就是 憑這個 將它裡面的說出來 這個就是溝通 溝通就是 將人的裡面的世界 說出來 讓人知道 它是怎樣的情況 而說出溝通 主要是這五個 這個是 有一本書 叫Awareness Will 就是知覺論 寫出來 是它真的研究過 我個人說的說話 我想說 很多人說的說話 就不是這些範圍 是說什麼 三姑六婆的東西 電影的東西 那些不是它自己的表達 這個表達就是 我將我裡面的世界 告訴你 這就是溝通 溝通 不是我告訴你 誰買了一件新衣 這就是 跟它沒有關係的 我們溝通 是將我們的內裡 我們這個人是怎樣 表達出來 人家就會知道 我是怎樣的人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建立關係 為什麼有些人 你跟它聊天 好像格格不入 有些人好像有沉默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跟它有好的溝通呢 就是說 我們能夠說出我們的東西 它聽得到 它會回應 而它說出它的東西 我們會留意到 我們要留意這五樣東西 然後 當人說的時候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我在那個訓練 我們要練習 每一樣練習說 然後 把那五樣混在一起 然後 老師就叫我們 他要說什麼 把那五樣要說出來 他要說什麼 聽慣了 還有我之後 有很多練習 我就留意到 有人說什麼 我就留意到 他其實 將它裡面的 說出來有多少 那這裡 講到行動 行動是什麼呢 包括過去 現在 和正要做 這個正要做 和想 第四 那裡的意向 是不同的 我用一個例子 什麼叫正要做呢 我待會兒結束 最後我就回家了 那這個是我會做的 即是 我是說 I will 英文就是 另一種 I want to I want to 譬如我想認識你這麼多 但是我想認識你多少 或者我想有機會跟你聊天 我和你都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會跟你聊天 我想的 譬如有些人說 我想愛耶穌 他想愛耶穌 到底什麼時候愛呢 是不是真的愛呢 這個是意向 意向 意向不代表一定做 但真正做是什麼 好吧 我待會和你一起祈禱 這個就是意向 這個是行動 我待會和你祈禱 但是 好吧 第二天我和你祈禱 我想和你祈禱 這個是未必過 它說想而已 是不是 OK 第一就是講到 過去 現在 將來 你就說 有什麼重要性 是很有重要性 我用個例子 你們當中 有子女的人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兒子回家 你問他 你做了什麼 關你什麼事 就是這樣 或者他不想理你 他沒有興趣 沒有什麼 問那麼多做什麼 他就是不回答你 他又沒有把你發生的事 告訴你 但是如果 他回到來 你都沒有問他 跟著他講 我今天去做了什麼事 很開心 我想問你 他講 我今天做了什麼事 很開心 你的感覺和他是怎樣的 有什麼感覺 相連的感覺 就是說他做的事跟我有關 其實兩個人好的關係 會做這件事 就是將他發生過的事 說出來 那別人就會認識他 這也是我們的溝通 其中一件事 就是做過一些不 跟著第二件事 就是感覺器官 就是眼耳口鼻 皮膚 感覺到的 說給他聽 譬如說 我看到你今天很開心 我看到你很開心 聽到 我聽到你今天聲音 有點興奮 聽到 或者 哇 衣服很舒服 往來很舒服 這個身體感覺到 或者一個人 他的身體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我肚子有點脹 這些就是講出 他的身體的情況 譬如 有一個人跟你說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其實這件事表達 他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的 譬如你去教堂 有一個人跟你說 今天有點不舒服 他跟你的關係是怎樣的 你不用怕的 不用怕回答 有一個人會告訴你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好的 因為他跟你不好 他不會跟你說的 你家人也是 有些家人 他不舒服 他不會告訴你 你怎樣 我看到你不舒服 不要理我 有時候會這樣 因為他不想溝通 我們明白 原來這些溝通都是重要的 就是令到達條 達條 達條 好 然後思想 思想包括什麼呢 人像 就是對於某件事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怎樣的 意見 信念 就是我信什麼 人會這樣說 他知道我的信念 我知道神很愛我的 這是一本信念 結論 什麼結論呢 我覺得他們做來做去都沒有用 這個是thinking 就是他沒有 觀察了他們做的事之後 覺得 我覺得他們做來做去都沒有用 這就是一個結論 我覺得他們很有前途 這是一個結論 期望 期望 跟意向是不同的 就是說 我們人對於 譬如 我 我對自己的期望 能夠成為一個什麼人 我期望我們的婚姻是怎樣 這是一個思想達到的結論 我期望我們的婚姻是怎樣 是一個思想 我有個願望 希望我們的婚姻是怎樣 假設 假設什麼呢 有些人會這樣說 你當然在騙我 你也不是跟我說真話 這是假設 這是假設 政府騙人的 政府不幫人的 這是假設 評論 就是說 評論某個人的做法 評論社會 很多東西經過腦 想完出來 說出來的 就是屬於思想範圍 跟著就是意向 我想什麼 其實思想範圍 溝通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跟一個朋友認識 每次都是說看什麼戲 哪個明星 買什麼衣服 去哪裏旅行 說來講 就是身外的東西 我們不太認識他 但如果他說 我真的覺得人生很多困難 很多不開心的東西 有些人很好人 不過有些人又不好人 他講出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的看法 他講每一句 他對於社會 對於人 對於他自己的看法 譬如說 我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或者我覺得自己 現在最近有進步 無論他是負面 或是正念 我有進步 我覺得自己好像沒什麼用 那我們就知道 有一個位置 他現在是受影響的 就是他的思想 告訴我們 跟著就是意向 就是什麼呢 我想做什麼 想成為怎樣的人 我想得到什麼的東西 我們想要的 其實這個溝通也是重要的 我們有個例子 有兩夫妻吵架 然後 後來的丈夫跟太太說 有些什麼我可以做 令你會開心些 你這個太太會感覺什麼 有些什麼可以做 令你開心些 那個太太會怎樣感覺 大聲 會開心 會開心 因為他想知道他的意願 而當 很多時候 有些 有些人 他不會肯 不喜歡說他的意願 出來的 他會說 我想你陪下我 我想你跟我聊天 為什麼有人不喜歡說我的意願 因為說意願 好像我是低於你 我要你施捨一些幫符給我 好像你 我要欺求你的幫助 就是有時候 人不會這樣看法 這樣就變成 他不肯說出來的神 人就不知道他的說法 其實呢 說出意願 都是建立關係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信 有些人不會說的 譬如有人說 我想你幫幫我 你會覺得 跟他的關係是怎樣的 都是好 當他不是利用你 只是說 我有些東西想你幫我 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他想我 和他 對他有些幫助 他是對我和你有些聯繫的 而不是好像 只是說一些身外的東西 你發覺 說這五樣東西 都是那個人和你有些聯繫的 由最簡單做什麼 到他身體的感覺 他想些什麼 他想什麼 和最後的感覺 都是令到人與人之間有聯繫的 我想問你 現在這個社會人和人的聯繫多不多 不多 很多人都不說自己的東西 在手機溝通就比較容易 因為在手機溝通 你不用說感覺 只是處事 有些人在手機發音 什麼都說 傳一下這個人的影片 傳了一幅相片 這些是完全 可以不是個人溝通 亦都可以是個人溝通 但他傳別人的東西 和他無關 他就是傳這些東西 他覺得我和人溝通了 但其實 可能他沒有什麼朋友 其實你想有真正的朋友 你想什麼有真正的朋友 你想有真正的朋友 一定有這些溝通 你想想你和一個朋友 他從來不告訴你他做什麼 做不做到朋友 做不到 他又不會告訴你 他看到什麼 他感覺 感官感覺什麼 他想什麼 他的意向什麼 和他內心感覺 你會覺得和他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有些人就是不懂這些溝通 很簡單的 原來人就是需要這些說出來 不過很多人就覺得 說這些出來好像很瘀 好像說出 我有些不開心 就是我很興奮 很興奮 因為有些人在家裡說 我很開心 開心什麼 這些什麼 可能會這樣 有些人說不開心 不開心什麼 不要哭 很多人的回應就是 不好 什麼都是不好 對不對 所以人們就會禁制 從小到大 不要哭 我不是鼓勵有人哭 不過如果他真的哭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只叫他不要哭 並沒有回應他的需要 就是有人哭的時候 他會有一個需要在裡面 所以我們明白這個需要 這個感覺 包括什麼 就是人對不同的事 他自然或者情緒上的反應 是自然的 思想是他想過 這個是自然反應 就算一個很熟靈的人 都一樣有不開心和憤怒的 有些人覺得熟靈就不應該憤怒了 很簡單 有一個例子 譬如說 他一個熟靈的人 他見到一個基督徒 做一些破壞性的事 做一些不好的事 破壞性的事 他心裏都覺得 為何會這樣做呢 這是不對的 都會有一種的怒氣 或者如果有一個人 將他在做的事 是鬼旁 你不是幫人的 你貪取利益的 他心裏的反應 都可能會憤怒 不過他可能會處理 他會嚴恕他 他會放手 這件事慢慢就放手 但不代表他沒有憤怒 人都會有憤怒 但有些人會覺得 說憤怒出來好像不太合疑 的確是沒有合疑的 但如果是合適的人 可以是合疑 我當時讀阮目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在神樂園學過輔導 但我在阮目課程那一年 是學得最多 我們有幾個學生 大約六七個 很小朋友 其實他很特別的 這些課程很特別 在醫院 不同的醫院都是阮目課程 然後在課程裏面做什麼呢 我們就會有教導 有小組 然後有個別 老師跟我們聊天 有一次小組的時候 有一個同學 其實有很多問題 這個同學 他說粗口 他說粗口 然後老師就用這件事 跟我們聊天 他跟我聊天 在那邊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 當這個同學講粗口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我們學過的感覺 我們學過的感覺 就是剛剛 這裏我還沒說 God said Man afraid ashamed hurt 這幾樣的感覺 我們學過 這些是感覺 不是Thinking Thinking是什麼呢 思想就是 我覺得它不對 我覺得它錯 我覺得它不應該 這是覺得 這個是思想 大家想不想到嗎 就是我思想 感覺 就是他一說的時候 你馬上會有什麼感覺 用出來 這個就是感覺 那我留意一下 是啊 其實我有點生氣 就是為什麼搞錯了想 小組為什麼會說粗口呢 但是我完全沒有表現 就是我沒有發脾氣 一點都沒有 是完全 就是我 我是有那種感覺出來 那我就告訴那個老師 我想我當時是有生氣 那老師的反應是很激壓的 他整個大力身 跟著伸手 握手 他說恭喜你 恭喜我 他說 中國的男人 是很少說感覺 第二 中國的牧師 是很少說感覺 因為呢 多數人 是不會說他有什麼感覺 那我會承認 我是有憤怒 那有些人說 那你承認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很有用的 那我 因為他們都有教 那我講一個例子 那我做這個院目的時候 其中一個是探病人 那我同時都是教會侍奉的 但是因為我做這個院目 就是可以支持我的侍奉 那我發覺我探病人的時候 是有悶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悶呢 第一他們不太出聲的 出聲很小聲的 你哄他哄他 你跟他說 那他講很久才會回應 那他講的內容 是悶的 就是很辛苦 啊 不開心啊 哪個怎麼對我啊 這些都是這樣的內容來的 那我發覺我是有悶的感覺 那我留意到 那神就提醒我 雖然你現在不是在教會侍奉 你在醫院那裡探病人 但是當我每次探病人的時候 我都悶呢 在神的眼中是覺得怎樣呢 到了審判的時候 你每次探病人都是悶的 那這都是我們規決神的榮耀 所以我就留意到 原來我有悶的感覺 我就怎樣處理呢 好吧 雖然他很悶 但是我盡量在我心裡 提升我的興奮感覺 就是我都能夠令他開心些 以他的角度 他睡得很辛苦 但是有個人會令他開心些 會關心他的 他會開心些 所以我就在想 我做的事是令他開心些的 那我就會正面些 就是不會覺得沉悶 那這個就是我留意到 這種感覺的時候 對我的幫助 其實我們任何時間都會留意到 大家有沒有留意 你見到一個人 第一次見他 那幾秒鐘 我們馬上就會判斷 我們對這個人的看法 你有沒有發覺 你看到一個人很烏惹的 那個感覺 通常人的感覺就是 這個人真的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煩惱 就是會有些感覺 那感覺可以是甚麼呢 有些人不太喜歡 不是那麼接納 就是會有這些感覺出來 作為基督徒 我們就會說 雖然他是這樣 不過我也嘗試去對他好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有個黑衣公進來 那你的感覺會很開心 黑衣公進來 第一次反應 未必是 第一次反應 哇他這麼臭 有沒有失去 臭不臭 譬如他走過來 他還沒有臭 很臭走過來 立刻會有些感覺 有些不喜歡 我們留意到 的時候 我們就會處理 這樣我們就能夠說 好了 雖然他很臭 但是他需要耶穌的恩典 我們就會用一個 用愛心的方法對他 就是我們留意到 我的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留意到 和說出來是另一回事 就是我能夠說出來 對人的感覺 而這裡我會說出 有六大類的感覺 一起讀一讀 Glad 就是開心 興奮 平安等等 第二 Said 憂愁 孤單 不安 沉悶 混亂等等 第三 Made Affraid 懼怕 第五 Ashamed 羞愧 內疚 第六 Hurt 受傷 這些是類別來的 第一種就是Glad 就是開心、興奮、正面的感覺 第二 就是Said 憂愁、煩惱、不開心、悶 悶 這些就是Said 那方面的 Made 就是一個很亢奮 而不喜歡的憤怒的感覺 第四 就是退縮 害怕的 第五 就是覺得自己很沒用 或者自己做得不好 或者做錯事 這樣的感覺 第六 就是被人傷害了之後 心裡受傷害 這六種感覺 大家都可以熟悉這六種感覺 然後你聽人說話 留意它是哪種 這裏有多種說話 留意它是哪種 所以這裏 我先說 用知覺論來問對方問題 可以第一觀察 第二就是問對方問題 其實這些都是對於我們溝通很重要 很重要的 例如有時候 我有一個例子 大家可以聽我說 有些媽媽跟我說 她說 我兒女不聽話 又不讀書 又不上班 又經常在房間 困著自己 又日夜顛倒 吃飯又不和我一起吃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些兒女 現在這個時候 好像特別多這樣的人 她就跟我說 怎麼辦呢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件事 我就說 我會問她 我問她 你和你的子女的關係是怎樣 有些就說 那個子女排斥她 有些 有些就說 她都會跟我說普通話 有些就說 總之 關係通常都不是很好 不過有些就好些 有些就差些 我就跟她說 我說 你越建立到她對你的信任 你越有機會跟她建立好的關係 還有你當她聽她說話 聽到一些說話 是將她內心顯露出來 這些位置就是入她的位置 我用個例子 譬如她說 我真的覺得很不開心 這句說話 我想問問大家 顯露出她有什麼心態呢 大聲一點 她不開心 但是顯露出什麼呢 她的意願 為什麼她會說這件事呢 她是有求助的心態 就是她將她的內心表達 是不是 你不是聽到她不開心 你聽到她會說出來 即是說她現在正在開放自己 其實我們跟任何人關係都一樣 當有人開放自己 這就是一個機會 我們可以跟這個人聯繫 如果她不開放自己 我們是比較難的 當她開放自己 好了 怎樣回應呢 她說我現在的狀況真的不開心 我現在的狀況 有些父母就會這樣說 你知道不開心就行了 你又快點改吧 那兒女立刻怎樣 立刻關門了 因為你教她 她不喜歡聽 她不喜歡聽 她指責和含有指責 即是你沒有做 於是她便立刻關門了 關門又沒有機會 等下一次 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機會 即是這一次 即是好像一個龐 龐打開 那些神祭 當然通常說我用的例子 不是那麼好 那些雀鳥 看到一個龐打開 就打開他們吃 我們就打開他們吃 我們就打開他們吃 我們是祝福他們 即是原來當一個人說一句話 譬如你的同事跟他說 我做事真的覺得很大壓力 我睡不著 這些是不是開放自己 是開放自己 這個位置 有些人就這樣說 你日晚是不是經常看電視 你沒看那麼多電視 就睡得好一點 那這句話是什麼 是教導 還有有些指責 還有一些假設 你是經常看電視 或者你經常睡不著睡 這個行為是什麼 指責在裡面 在我的院目過程 我有兩個老師 曾經 上學期第一個 第一個 後來他辭職了 他又第二個來 第二個來 有一個教導我很好 我們就要寫那些探訪 那些紀錄 寫他講什麼 我說什麼 第一個老師就叫我們 把好句話分析 第二個老師 就是講出那個回應 我做得好做得不好 但是第二個老師不是這樣 他就說呢 你說出他在做什麼 譬如他是問一個問題 Question Ask a question 要說他是 講出他的苦路 分享 分享他的苦路 因為他在埋怨 然後我們回應什麼呢 我們回應 譬如說我聽到他說什麼 我關心他的情況 我回應他的情況 我用一個例子 我們互相約 跟同學去看他的探訪 然後我們回應 又會在小組回應 又會寫了那份報告 我有個同學 我們去探訪 我們就當是旁觀 他只是介紹 這是另一個軟墓 我就坐下不做任何事情 我只是觀察 那個病人就說 我很痛 然後那個軟墓說什麼 你吃點子痛藥就不痛了 我想問大家 這個回應是什麼回應呢 大聲一點 一般回應 一般回應 還有沒有人可以說出他的回應是什麼 救火源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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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本上 當個人說 我很痛的時候 他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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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感受 他的感受 他的辛苦 他說他的辛苦 他說他的辛苦 他說他辛苦的時候 我們應該回應什麼 是的 回應他的辛苦 可以幾種回應 譬如說 你怎樣痛 你回應他的情況 你知道他怎樣情況 也可以回應 你這樣痛當然很辛苦 他就覺得 你感受我的辛苦 是吧 但是他說 一會兒醫生來 你拿藥就可以了 是有什麼 是在做什麼 推給那個醫生 一會兒有藥吃就可以了 即是基本上 是不回應他 將他推給那些子痛藥 這樣就搞定了 那又說另一件事 即是基本上 不想回應這件事 只是想說回他要說的話 那我想問大家 會不會很多時候 你的子女 你的家人 跟你說一句話 他說他怎樣不開心 接著 你會立即知道 觀察到 他正在開放自己 然後我們進去 這個位置 就進去 跟他建立關係 但是 大家有沒有 以前有沒有留意這件事 這件事 是真的需要學過才能分辨 因為我分辨到 他是說他的內心感覺 和他一直說 哪個明星是不同的 是吧 他說明星是別人 然後跟他無關 但是他講他自己的經歷的時候 他的感受的時候 他是將他的生命開放 我們就有機會跟他建立關係 我想問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 有一個朋友 你是可以跟他講感覺 他會回應你 他講感覺 你有會回應 有幾個試過有這樣的朋友 有試過的 舉手 有試過的 不是每個試過的 有試過的 舉手 有幾個 不是很多人 不是很多人 是吧 就是說 原來很多人 是不習慣這件事的 但是這件事 還不重要 即當一個人不開心的時候 他能夠說給人聽 而那個人會回應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你告訴我 怎樣不開心 你告訴我怎樣辛苦 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可以說話給他聽 他會聽到我說話 而他在說話 他真的會回應你 他會認同你的感覺 他未必認同你的做法 譬如你那次發脾氣罵人 我們不用認同他罵人 但是我認同他受傷 我認同他不開心 我知道你很不開心 我不用說你罵得對 那個人真的要踢死他 我們不用這樣說 我們只是說 我知道他這樣做你之後 你是會不開心的 所以我們學到這五件事 我希望這個星期大家熟練 下個星期回來 我們會用這五件事來多練習 但是我們這次都會有練習 好 知道知覺論 問對方問題是怎樣的 我們讀一讀 你對那是有什麼 第三個 中間的第三個 知覺論問對方問題 了解對方全面的知覺 你那裡撥著問題一起讀一下 你對那是有什麼意見呢 你內心有什麼感覺呢 你想做什麼呢 這三個 我想問你 你對那是有什麼意見 是哪一樣的 以下知覺論是哪一樣的 一二三四五 哪一樣的 意見是第三 沒錯 你內心有什麼感覺呢 是第幾 第五 這個感覺 你想做什麼呢 你想做什麼是誰 第四 第一是行動 實際的行動 OK 就是用這件事來問 還有你也可以觀察它在說什麼 好了 第四 說出一些感受對方的感受的話 就是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當我們聆聽的時候 可以有這四種的反應 第一種就是重複到對話 第二就是用自己的字眼 把它說出來 第三 用知覺論來問他一些問題 第四 講出一些對方的感受 就說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感覺你受傷 你會不開心的 這些是講出對方的感受 好了 現在我們先在這裡練習 可不可以有一個咪 Bellen 你拿我的咪過來 不然就用這個 我用這個 你們用這個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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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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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講一些說話 然後大家可以當是你回應 試一下就是回應 譬如說 我現在講一句說話 譬如有一個人說 醫生剛剛告訴我 我有個大病 OK 好 你聽完這句說話 你可以怎樣回應 誰想說的 大家都可以說 大聲說 因為我給你一個咪 你的緣故 是想你大聲說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我想問你 醫生說他有大病 我們要分這件事 他有大病 一種方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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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他那個什麼病 另一個回應他的感覺 如果回應他什麼病 他怎樣問 什麼病 或者醫生說什麼 會員的感覺 會員的感覺 可以怎樣說 不要緊 你是不是很憂慮 你是不是很憂慮 OK 哪裏不舒服 這個是問什麼呢 憂慮和不舒服是不同的 不舒服呢 不舒服呢 是屬於哪裏 下面的知覺輪 那裏是屬於哪裏 1 2 3 4 5 身體不舒服是屬於哪裏 你是不是很擔心 那一句 你是不是很擔心 這句話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不好處 有沒有好處 有沒有不好處 有可能不好處 我可以說為什麼 因為如果那個人沒有說他很擔心 而我們說他很擔心 譬如這樣 有一件事發生 譬如老闆剛剛 炒人魚 或者你家人和你吵架 有人問你 你是不是很擔心 譬如你不是很擔心 那你會有什麼感覺 覺得他什麼 他會以為我很擔心 但其實我不是真的很擔心 那這樣便會變 因為這是一個負面的感覺 譬如說 你是不是很生氣 如果那個人不是生氣 就覺得你好像無告他 所以我就會說 不要用一個負面的感覺 來問問題 但可以怎樣問呢 你有什麼感覺 你內心有什麼感覺 你心情怎樣 我沒有說他心情好還是不好 我問你心情怎樣 你有什麼想 想就是thinking 不過我可以問他 因為其實看個人的表情 譬如他很擔心的 很憂慮的 我們便會回應他 我再試練習 然後我們便會分組練習 因為第一次是練習聆聽先的 然後我們下一次是練習 那五樣 我認為知覺量是需要時間學的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學到這個 你將會和人溝通 就會有很大的進步 OK 譬如有個人說 我剛剛升職 OK 這兩種回應 兩種回應 一種回應就是 理智的回應 一種是感覺的回應 理智就是思想的回應 思想的回應是怎樣 就是思想回應 就是思想回應比較容易 就是思想回應 比如說 恭喜你 恭喜你不是屬於思想 恭喜你 是為他開心的 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思想的回應 就好像譬如說 那你現在是甚麼職位 就是一個了解的情況 了解的情況 是回應你的腦 你升了甚麼職位 這就是了解的情況 你現在人工加了多少 不過有些人不喜歡回答 問人工 他不必喜歡回答 那你人工當然是加了 這也是一個回應的事實 好了 回應的感覺如何回應 你生職有沒有高興 你假設你生職 那你有甚麼感覺 你生職有甚麼感覺 其實套出來自己就可以了 你生職有甚麼感覺 開心 那你可以怎麼說 那開心正面的感覺 是不怕問的 你可以如何說 你一定會很開心 你一定會很開心 你一定可以的 即是 有時候我覺得可以用一個 有一點不太肯定的那種 用什麼? 你當然是很開心 或者你這樣就很開心 應該更正一下 你這樣就很開心 以後就等他講了 因為 譬如有個有錢人 很有錢人 他一升職位 加了一千元的薪金 當然是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 一千元而已 就是我們講小意思 他來講未必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就去探討營 那你就開心 好了 我也想講一件事 有表層的回應和深層的回應 我用一番聲職 聲職是表層的回應 表層的感覺 表層的回應是甚麼呢 你知不知道開心 這是表層的 深層的回應是甚麼呢 你覺得你做的工作很有滿足感 你覺得自己 或者你說 你當然做的工作很好 很有滿足感 所以老闆也想認識你 這就變成背後的意思 大家聽到一個分別嗎 只是加了薪金 一種開心 但是原來你這份工作 有一種滿足感 有一種成就感 你做得好 譬如你兒子說 我現在升職了 恭喜你 你真的做得很好 老闆也想認識你 是不是他聽完會開心一點 你就這樣說 你升職了 你就沒有解釋到 到底甚麼原因 但如果你說出 原來這個背後的含義 是不同的 我再說一次 你就是升職的開心 還有原來你有成就感的開心 你是一個做得好的人 所以你的老闆會欣賞你 會升職 這就是一種個人的肯定 凡是牽涉到個人的肯定 或者比較深層的感覺 這就是第二層的同理心 有第一層的同理心 第一層的同理心 你就說很開心 但第二層的同理心就說 我是你 我就會覺得 你那份工作真的做得很成功 所以你老闆也想認識你 這就變成深層的感受 好了 我又再用另一個例子 譬如說 有人說 我和太太的關係有些問題 就是 回應 為什麼我要分開回應的事情 就是思想的回應和回應的感覺 讓我們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回應 思想 什麼時候回應的感覺 我再用一個例子 先回到這裡 用一個例子 有一個人哭到死了 然後你就問他 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是問他思想還是感覺 而他在哭的時候 會認知他會有什麼 會令他有什麼感覺 或者會帶他去什麼情況 會令他感覺 我哭得那麼緊 你有沒有看到 你就是問我事情 事情就是怎樣 你是不是跟他吵架 你說什麼 他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他走了 這些是時情 感覺就是 他走了你當然很不開心 這裡你可以說 當然是不開心 這是很自然的 你看到他都哭了 你知道他是不開心的 這就是回應他的感覺 或者你現在心情怎麼樣 但有些情況很明顯的時候 你都不要說你心情怎麼樣 他覺得我都哭了 你都不用問我心情 那時候我們可以說 你當然是有些不開心 這個時候 這就是回應他的感覺 那我先去那裡 那個太太那裡 那個太太 我跟他關係不好 這樣 思想的問題是什麼 你怎樣不好 你跟他溝通怎樣 這就是思想 就是問事情 問事情 感覺呢 有這個初層次和深層次的同理心 初層次的就是怎樣 他跟太太關係不好 他的感覺會如何 他的感覺會如何 從太關係不好 感覺如何 感覺如何 沮喪 不開心 煩惱 都是這些感覺 我們可以說 我聽到你說 當然是令到你不開心 你的心可能很沉重 或者你的心情如何 這個就是初層次的 即是基本人的表面的反應 深層次的反應 的感覺是什麼 這個未必適合說的 不過在某些情況我們會說 這件事令到你 這件事令到你 我先想一下 其實這個情況 通常我們都會有些輔導才會用 這個 基本上 當他跟他太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有深層的感覺是什麼 除了說不開心 嘴唆 他有深層的感覺 通常深層的感覺 是影響到他的個人自我形象的 令他對於他的 這個人的關係 或者這件事情的深層的感受 他對於他自己個人 有什麼看法 他的個人有什麼看法 當他跟他太關係不好的時候 他的看法會怎麼樣 他可能覺得自己一個失敗的丈夫 我跟人關係不好 我沒有什麼希望會跟人關係好 這些都是一些可以的感覺 但這些感覺 你說出來實在太 因為負面的 太重了 但在輔導的時候 他在說 我跟什麼人關係都不好 每個人都不好 我太太又不喜歡我 我真的覺得 不知跟誰好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回應他深層的感受 深層的影響自己的形象 我聽你說 似乎你覺得自己好像很失敗的感覺 這個就是我回應他的深層 他的確是覺得自己沒什麼用 這個就是在輔導的時候 被人引導發佛他的情況 有些日常聊天都可以去到這個位置 譬如說 有個人說到他自己怎樣痛苦的時候 我們可能跟他談了一段時間 他講出他的困難 我們可能會說 你對於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這是一個深層的問題 你對自己的看法是怎樣 大家能否得到的分別 我嘗試給簡單的 講一下表層的感覺 大家講一講 什麼就是表情的感覺 就是初層次的感覺 開心 不開心 煩惱 還有什麼 孤單 失望 還有想想到其他 沮喪 憂慮 絕望 這些是初層次的 深層次是什麼 影響到他個人自我形象 例如什麼 失敗 他是失敗的人 是一個無用的人 沒有人喜歡他 他婚姻失敗 他什麼都失敗 這些就是深層的 這些深層的 也有時可以是正面的 他覺得自己真的發揮到生命 他生命有意義 他生命有貢獻 這些就是高層次的 深層次的自我 健康的感覺 健康的自我 精煉的感覺 OK 那我現在呢 我就 將大家分組 三組 我一組 我太太一組 接著呢 他們夫婦一組 就帶領做什麼呢 就 一個人 分享 隨便一個都可以 分享一分鐘 任何事情都可以 當然最好 都分享一些感覺 或者發生什麼事 任何事情都可以 然後呢 就有 另一個人 就會回應他 就說 比如說 我聽到你怎樣 就是 用回這四種方法 我聽到你說 你怎樣不開心 怎樣 怎樣 發生 還有 可以問他問題 你的心裏 覺得怎樣 你有什麼感受 你有什麼看法 你想怎樣 這些是 回應他 就是 用這個知覺論 來問他問題 那麼 我們的組長 負責什麼呢 組長 是負責分辨你所做的 就引導他 看看 到底他是回應什麼 有些什麼回應 我講一下 那時候老師說 有些回應 有些回應是 是推堂的 不說那樣 譬如說 先說 我和我的例子 那個病人說 我很痛 一間吃止痛藥就不痛 這個是推堂 譬如說 有個人說 我想你陪我去街 你就自己去 這是拒絕 就是拒絕 我們知道 譬如說 有個人說 我 我的煩惱 自己搞定就行了 這個是推堂 就是不理他 有時候就是 教導 好像救火源一樣 有時候就是 指責 有時候就是 要他做什麼 我們都分辨 所以聽那個 就要留心 到了他在說什麼 我們就回應 怎樣回應 令他覺得舒服 被尊重 這個都是溝通很重要 這個會不會幫大家 同僚關係 會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是比較我們說話 更加重要的 如果我們不懂得聽人說話 我們不懂得跟人溝通 有好的溝通 一定是懂得聽人說話 反而那些不懂得聽人說話的人 的溝通會是怎樣 撞板 撞板 會怎樣 一個人不懂得聆聽人的 他感受不到人感覺的人的說話 會是怎樣 是自我為中心 就是他講他要的東西 他不會聽到別人的需要 他不會回應人的 這樣的人的關係會怎樣 是有困難的 他根本不回應人 他也聽不到別人的說話 但是當我們才聽人 你回家 跟你家人的關係 會大大改善 跟你家人的關係 也會大大改善 以及跟你朋友的關係會盡心 如果你的朋友經常說 看什麼戲 去哪裏旅行 玩什麼 吃什麼 那些關係會不會很深 膚淺 但如果他會講到他的不開心 而你就不是去指責他 而是說 我感受到你是不開心的 這樣的情況 真的很困難 回應他的仇 是會令到他覺得 不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